因應教官全面推出校園 教育部設立專款 各校依需求地補學務創新人力 其中以校安人員優先 但是高教工會指控福音科大違規 將校安的人力派去執行 大專儲備軍官業務 其中有五個人 因為不願意配合被解雇 教育部在調查之後 確實是有部分違規的狀況 高教工會十八號召開線上 記者會揭露私立福音科大違規挪用 以教育部專款補助的學府校安 人力去做軍訓室負責的 大專儲備軍官ROTC業務 其中有五人不願配合 竟遭到資遣 其中一名被解雇的人員表示 學校將ROTC業務包裝 進招生業務 卻影響他們原本負責的工作 是前往醫院協助處理 諸如此類的情況 在我們資源招生工作 期間一再的發生 福音科大對此回應 ROTC及輔導業務都合法 由於五名校安人員多方 提告檢舉校方 且多次調檢沒結果 才資遣五人 但教育部約談相關人員 後發現確實有兩人 不符合補助規定 教育部表示ROTC 確實是學務的一環 若學校是以學務人員提出 補助計畫就沒違規問題 但福音並未依程序完成報備 已發函糾正學校 將追蹤學校改進狀況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高雄報導